昨天韓國瑜在台鄉致詞 他有說到了其實國民黨還內外干涉 國民黨現在太軟弱沒有出息 那會不會覺得在韓話給你聽 那你怎麼看他這樣說 我想這個韓市長 他是國民黨很重要的前緣 有關他擔任副主席的事情 其實已經我跟他之間 已經討論了幾個月了 其實是幾個月前 一些朋友給他的建議 他主動跟我提到這件事情 我當然是很樂意 韓市長來協助黨務 同時也非常歡迎他一起來擔任Tanko 來協助藍百合這件事情 但是後來因為他出國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這中間雖然有談過兩次 但是都是要等到他一些國外的行程完成 所以這一天他會做最後的決定 但是不管是任何的角色 我相信能夠擔任副主席 就是能夠一起來協助黨的工作 一起來協助藍百合的工作 我想是很重要的 那即便韓市長有任何的考量 他都是我們重要的成員 祝福我們侯市長能夠高票當選 趙董事長 郝市長 還有今天我們最重要的總統候選人 郝市長 各位戰鬥藍的好朋友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我想今天我們趙董事長跟郝市長來召集戰鬥藍 我套一句邂逅語要背著石頭唱歌 吃力不討好 的確辛苦 自己要出錢出力 還要擔心還要被人家 背後有的人想不同的想法還要非議 但是義無反顧 邵康董事長跟龍斌市長兩個人攜手 就是為了打造一支立法院 能夠正義 有戰鬥力 能夠大聲疾呼代表所有民眾 喊出民眾之苦的立法委員 我們當過兵都知道 陸海空三軍等等之外 一定有一支特戰部隊 當過警察的也知道 除了制服警察交通警察之外 一定要有一個訓練小組 為什麼 不管是特戰部隊或訓練小組 都是針對最危險最危急的時候 立刻出動 國民黨在立法院 也應該要有一支 針對危險 重大情況 以及民眾最苦的時候 把這個聲音喊出來 江湖三把刀 炎珠刀 檳榔刀 屁頭刀 立法委員也有三把刀 質詢的刀 法律的審查的刀 預算審查的刀 所以我們看到民意代表進去 第一個就是衛名喉舌 這個就是立法委員質詢的刀 反過來 立法委員看到民眾的苦難 國家的危險不講出話來 你衛名喉舌四個字就不及格 預算審查的時候我們就看到立法委員叫做看警荷包 這是立法委員 預算審查的刀 所有的法律案送到立法院來審查 是法律審查 我們希望行政部門叫做依法行政 每一個立法委員手上這三把刀 衛名喉舌 看警荷包 依法行政 顯然趙壽康董事長 希望戰鬥藍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 能夠好好發揮這三把刀 大聲的喊出人民的苦 衛名喉舌 嚴格監督行政部門不要貪污浪費 看警荷包 預算審查要嚴格 所有的法律案 不能夠有不適當 不合理的法律案通過 等等 所以我們對於戰鬥藍的需求 以及對他們的要求 以及對他們的期待 我們是希望像立法院 真的像軍隊警察裡面的 真正經過訓練 有強烈的使命感跟榮譽感 把自己打造成 一支優秀的立法院的團隊 顯然戰鬥藍肩負了 這麼樣重責大任 我剛從海外回來 在這裡不諱言 海內海外對國民黨 都是充滿了失望 大家都認為國民黨 怎麼這麼軟 這麼沒有用 這麼沒有出息 什麼事情 都不敢勇敢的大聲講出來 所以期待戰鬥藍 能夠插亮國民黨這個招牌 很多國民黨黨員現在垂頭上氣 大家意志上非常消沉 那身為國民黨的黨員 今天戰鬥藍也都是國民黨提名的立法委員 請所有戰鬥藍的好朋友們 堅信 我們國民黨黨員一定要做到 一不偷二不搶 打造光榮國民黨 國民黨立法委員 各級民意代表要做到 不貪污 不腐敗 心中充滿對人民的愛 做到這兩項 我相信 海內外對國民黨的支持率一定會回升 再一次感謝趙董事長跟龍斌市長 這麼熱切的來挺戰鬥藍的一個活動 也期待我們所有戰鬥藍立法委員 文要能戰 武要能鬥 心中要有理想 打造立法院最光榮的一支立法委員團隊 祝福戰鬥藍每一個都高票當選 也祝福我們侯市長能夠高票當選 也謝謝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也再一次謝謝邵康董事長跟龍斌市長 辛苦的安排 謝謝 我剛從海外回來 在這裡不諱言 海內海外對國民黨都是充滿了失望 大家都認為國民黨怎麼這麼軟 這麼沒有用 這麼沒有出息 什麼事情都不敢勇敢的大聲講出來 所以期待戰鬥藍 要不擦亮我們兩個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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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合理我們étique �詞 要不擦亮我們兩個招牌 只要不擦亮我們兩個招牌 才能儘量 要不擦亮我們兩個招牌 誰才能輕易 他打造字幕的聲音 字幕提供 剛剛韓劉蘭其實有提到說 背著心頭唱的歌好像有點失憶不好 沒有啦 因為主要是媒體各種彩測都有 什麼好龍斌 我是要推薦好龍斌當不分區 他們沒有這個意思 完全沒想到 也有說要是跟什麼朱立倫 剛剛還有人說什麼兩個太陽 朱立倫說太陽我拿什麼太陽 我連星星都不是還什麼太陽 不可能啊 我們也都配合黨中央 只是我講要分進合集嘛 否則變成都是國民黨中央在辦活動 也不好 表示民間有不同基層 也有不同自發的力量 我覺得也蠻好的 你說去年我們浮選那麼多戰鬥人的議員 甚至這個縣市長當選 我要求什麼 我什麼也沒要啊 對不對 鄭豆蘭 這個浮選成功很高興就好了嘛 然後看到大家在議會有表現 在縣市首長上有表現就很好了 我們主要是看大局的 不是看個人 所以個人怎麼彩測啊 什麼各種謠言啊 隨便你去講好了 我懶得回應也回應不了了嘛 真的這樣 我想國瑜雄大概也知道了啊 因為他自己可能也承受很多這樣的壓力嘛 所以感動深受吧 那他如果當副主席說 對於立法委員的選擇會到嗎 可能都有啦 但是我覺得不如讓他當不分區啦 我認為你當了副主席 國民黨好幾個副主席嘛 對不對 那增加有限了 那如果他是不分區 然後哇 帶國民黨立委去打仗 韓粉能夠動員起來 我覺得那個效果會更好 當然最後怎麼決定 還是看朱主席嘛 如果民主人是太陽的話 那韓國瑜應該是什麼位置 韓國瑜也是太陽 韓國瑜也是太陽